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次要补上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这次陆老师来到美国硅谷 那么我们有幸在硅谷跟您这样面对面的来聊 希望把您的智慧能够传播得更广 能帮助更多的企业家来成功 好 非常好 谢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是 要跟各客户沟通价值 而不是纠缠于价格 对对对 这是营销 或者我们讲经商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 是让大家挣大钱的理念 很多人会经常会给我提供 你包括前天我在你们硅谷搞一个演讲 对吧 他们有一个学生问 我说老师 我这产品卖给客户 到客户的客户第一句话就说 你的产品价格太高了 很多人就是这一句话 被他挡在了经商的门外 大家一讲价格高 就两种情况会出现 一种情况就是我就降价吧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你既然不识我的货 我不跟你做了 对 你看说你这个人不识货 我不跟你打理你 对吧 这个你看 但不过这两种情况 都有一个很糟糕的结果 就你没有达成交易 对 没有达成交易 对 商业 你去一定要跟对方叫商链出来的业务 叫商业 我喜欢这个 商业 商业是商量出来的业务 对 叫商业 关键当对方说你价格高 你这个业务到底怎么跟他 继续往下商量呢 对不对 所以这堂客户非常重要 大家要好好学好听 我们要学会怎么能够 把这个业务商量出来 对 不要跟消费者客户纠缠 加跟他沟通价值 那么道理非常简单 但如果客户认为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支这个价的时候 大家看 沟通价值 价值价值 把价值两个字导过来 叫支这个价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花钱买你东西 是不是概念 你比如说 价值变成值价 爱支这个价 值价的时候 他就会花钱了 对 你比如说 这个 LV的包贵不贵 贵啊 贵 那怎么会买的人越来越多呢 因为代表着一种身份 对了 奔驰包嘛 价格不高 贵 贵 你看 在中国买的人越来越多 桑塔纳贵不贵 便宜 怎么买的人 比以前越来越少了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都是四个轮子 一样在路上跑 就这些成功的企业物品牌 它不是跟你卖价格 它跟你沟通价值 说你看 你为什么要背一个LV的包呢 说你背我的LV的包 或者像爱马仕的包 你们英文发音叫Hermes 是吧 对 Hermes 说这个代表一种身份 代表你是成功的阶层啊 这就是一种标记 一种身份 但是人这辈子 拼爱拼去 真了真什么 不就真一个身份吗 其实在美国 大家去对这种名牌 也还好了 都无所谓 但是呢 那您说的这个很对 为什么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功能 它就能卖那么贵呢 对啊 你们美国的这个中上层阶层 它的品牌 这个比如说 不一定非要买爱马仕的包 不一定非要被爱卫多包 不一定非要开奔驰宝马 前提是 你是美国人 你发现美国人 是不是在求人 就是一个标签 嗯 它就是一个品牌啊 您说的对 如果你是 你是纳明比亚来的 你是菲律宾来的 你就非得买个那么贵的 这不可 对啊 所以所以刚才跟人家讲一个逻辑 就人这辈子真的是一个身份 她是部长 她是科长 她是局长 嗯 或者她是某某的太太 某某的先生 对对对对 你说 说这个 说这个 以前说 这个希拉里是谁 是克林顿的太太 克林顿是美国总统 是啊 为什么一定要做总统这种身份啊 这种标签啊 你看特朗普做山人 肯定不会有今天那么大影响的 对吧 特朗普在美国奋斗了那么多年 嗯 他有这几年在世界上 支吞的支吞的那么大影响 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个知名度 对啊 他只有成为美国总统这种身份和地位 标签 嗯 说 哦 全世界才会关注你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这话也没有道理 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 人这不就要有个身份 那好 大家想 那假如一个老百姓 我不是部长 嗯 又不是科长 也不是总统 那我总要证明 我 我也很有钱嘛 我成功 我算是成功 我成功阶层嘛 那怎么证明呢 那好 那好 这个标签就叫儿位的包 叫奔驰和宝马 嗯 所以要跟客户沟通价值 但是你说你不能这么说啊 说你你拿了我这个 你看你就是成了贵族了 你也不能这么沟通啊 你怎么沟通呢 他就说你看 我背这包不用我说 这个包就告诉你啊 嗯 你觉得这个概念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卖的这么贵 他大家慢慢对这个价值的认同 是怎么形成的呢 他就是 他不是卖的包的本身 嗯 他是卖的包给你带来的价值认知 嗯 您说到这个 我想到一个 这个一句广告材 我觉得就是 就是说什么 钻石什么 横久远 一颗永流传 对了 这句广告材 你看真是经典 但实际上你说 不就石头吗 对啊 问题是 如果仅仅跟你们女士说 我送你一块石头 你会发现一个大一巴掌 就是吧 你这个不解分情 怎么送我石头 对吧 大家看他就是石头门的好 那我如果把这个石头 打磨的好看一点 切割的好一点 切割的好一点 代表说你看 丁丁女士这块石头 代表我对你的感情 嗯 对吧 嗯 而且价钱又不菲 对 价钱不能太贵 太便宜 太便宜了就不值钱了嘛 嗯 那时候我就感情难道 怎么就支个三千块钱美元 卖三万美元才对吗 嗯 我有一个学生卖这个翡翠玉石 他说翡翠玉石 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标准的 反正叫做这个天下玉 玉石都没有第二个嘛 它都唯一的嘛 嗯 所以他卖的时候 他从缅甸搞过来 成本只有这个 只有大概两百块钱一个 人民币 人民币 卖了多少钱 就根本搭着档子去卖 嗯 标个 他认为这个几百块钱的东西 卖个一千块钱就很厉害了嘛 标个一千 嗯 结果几块非常好的翡翠玉石 摆了三个月都没人买 一千块都没卖出去 对啊 因为很 长了五倍 结果他就发现很多 对啊 五倍啊 嗯 结果他就发现很多 女孩子牵着他男朋友手 到那儿看看 哦 看看一边好的 有事看 好好好 拿过来看看 一看 价钱 不买了 他就给我打电话 说老师他为什么不买啊 是不是他认为价格高了呀 嗯 我说傻小子 你在那儿 一千后面再加个零好不好 哎 老师这个加个零怎么卖 一千都卖不出 我在加个零怎么卖 哎呀 我说你 因为他当时也没 听我课也没这么好好学 嗯 对吧 我说你 你先别问我为什么 你先慢慢看 嗯 我们卖一周看看这 嗯 匪资玉石能卖得出去 嗯 这家伙就打着胆子 在后面加个零就变成一望 嗯 结果六天内 三十六块玉石 全部卖出去 哇 道理非常简单 嗯 比如说一个小伙子 嗯 跟一个女孩谈恋爱 嗯 那男人 男人总是要给这个女士 送一个代表 代表爱情的礼物吧 叫定情物 或者说至少 对吧 嗯 那你怎么买呢 哦 女孩子拉着你看吧 你看一千块钱 女孩怎么想 我这个爱也太廉价了 怎么会只值一千块人民币 对吧 按照美元一算 才不套两百美元 对吧 那这个有问题啊 哎 加个一万的时候 加到零 加一个零 加个一万的时候 哎 他就 女孩子说哦 这个我们这个玉石很好 嗯 他一定认为价格高一定质量好的 嗯 质量好 价格高一定代表什么 你对我的爱情是有分量的 嗯 结果后来又进了一批 他这次就增加了一万 我说不用 这次不要加一万 你的玉石比上次好一点 再把一再改成三 变成三万 这个学生后来就做的玉石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你看啊 这个听起来就是暴力啊 对 所以 真的是暴力 所以你们认为 说陆老师你这个出这个主意 好像这个把这个价格虚高 对消费者 嗯 这个把对消费者好像不公平 嗯 那我告诉大家 嗯 钻石的营销是全世界在整个商业界最大的幻影 嗯 你说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有没有爱情 跟有没有这块石头 你觉得有必然的关系吗 没有必然关系 对了 真的没有必然关系 但是营销硬把它说成代表这个关系 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这个钻石就是爱情 对啊 然后呢 这个他的坚韧的程度啊 这个切割的这个闪的光啊 把所有的美好的词语都用进去了 对啊 让你就是 我觉得只能洗脑 对不对 洗脑洗到你相信了 所以要营销卖的是价值 不要卖产品本身 嗯 那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嗯 白酒的核心成分是酒精 对 酒精是什么 乙醇 乙醇是麻醉剂 嗯 麻醉剂是什么 按照联合物 毒药呀 卫生组织的定义 它是一类致癌物质 嗯 但是酒精的弄点水变成白酒 嗯 白蓝地 XO等等啊 当然它会前面来很多练造工艺 说白了 包括你怎么练造 包括你什么什么 它喝你就是酒精 对不对 对 因为我 我策划了好几个白酒的品牌 嗯 但是它说我怎么说你为什么要喝我这个待遇酒精的水呢 嗯 你看代表咱俩感情深 嗯 感情深一口懵 你看就成就了世界几大白酒 包括白蓝地的品牌 嗯 嗯 它不是卖产本身 再比如说啊 比如说丁丁女士啊 你去假如说给孩子买 假如说我们的小小小家伙要吃饭 要去学会吃饭了 嗯 要给他买一个网 嗯 一只网只有一美元 一只网是美元 一只网 二十美元 你会买哪一只网给你的宝贝 很可能二十美元的 对了 那你为什么买二十美元 因为我觉得二十美元的那个材料会好一点 然后会健康一点 对 那如果 如果就三个网 我告诉你 本质上都一样 那你仍然还会买哪一个网 我三个网都一样 我可能买中间价位了 对 那你你绝对不会买一个美元 嗯 道理非常简单 嗯 如果买一个美元的网的话 回去给小宝宝吃饭 结果吃拉坏了肚子 那心情就不好了呀 你一定认为是 我买的不好造成 对 是不是 对 如果买四个 或者二十美元这只小网 给宝宝吃 吃饭的话 如果即使吃坏了肚子 你会怎么想 我们的食物有问题 对 食物有问题 那食物 为什么有问题 你不敢说 因为是婆婆做的饭 对吧 所以你看 你买的不是网 是买那个网 给你带来一种安心 嗯 这种感觉 对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真正汇总营销的人 永远不要跟交费者 纠缠价格说 他变成十美元 我变成九块九 不要那么干 他变成十美元 你就变成十五美元 所以我跟他讲一句话 就是他 我说如果低价卖不出钱来 就买高价 很多人认为我是跟他开玩笑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说你要跟小宝宝 你把这个值这个十五美元的价值 说出明白就完了吗 比如说跟你说一瓶油 我们中国一瓶叫玉米 叫禅书化玉米油 是我策划知道的 他一开始卖不掉 亏损了一条糊涂 怎么卖掉的呢 这个油不怎么香 玉米油 它肯定不如华盛油那么浓香 对 那不怎么香 它肯定是缺点 因为中国人炒菜喜欢香 对 你要学会转换价值 那不如浓香的香叫什么香 你不能说不香 那叫什么呢 给自己贴个表情叫清香 对吧 清香就是不香的意思 对吧 那你们知道清香做饭有什么好处 清香做饭就保持了食物的原味 对了 就不影响食物的味道了 对了 健康嘛 是吧 是啊 所以叫清香不上火 健康不长胖 你看我给他做了两罐罐鱼 你看这瓶油就被我卖着卖着 然后把价格提高50% 就卖成了中国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 叫禅书化玉米油 去年销售大概55个亿 这个陆老师呢 真的是很多成功的企业的幕后的推手 其实呢 今天我觉得陆老师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智慧 清囊相受 而且讲得这么的直接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 尤其对企业家来讲的话 受益匪浅 那么陆老师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他的营销理论比他名字更响亮 他是众多成功企业的幕后导师 他用20年构建了中国营销的理论体系 他领导的赞博管理咨询集团 服务过上千个品牌 成为中国营销咨询领域的标杆 他用实践告诉我们 没有哪一个品牌强大到无法被挑战 没有哪一个企业弱小到无法去竞争 他被认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